现在是早上凌晨四点过八分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偷摩托车 好开个玩笑 我们今天早上呢就是六点过的飞机 我们要准备去青海西林 给就是一个合作商做一个活动 那现在呢我们出租车 预约的就已经在这里已经等我们了 好现在还要等菜菜 我们就马上要出发了 早上吃得太早 然后没化妆赶紧的 终于化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赶紧赶紧的去拖行李 哈喽我们已经登机了 然后差不多六点过五分就开始吃飞了 太阳已经出来了 我们终于到了 然后发现糟了 二姐高反了 有点晕 踢不到圈儿 没睡好 你怎么吃 嗯 等车 好舒服 还可以啊 这个外套装得很测吧 可以可以可以 棒棒 你说是对面的感觉吗 对对这个 对吧 再做吧 对对 就只放那点 你可以站在这 小问题 放一边就行 小问题了 看我们的 这个操作还 舒服 还不错 哦 海湿的那个可 然后这里的工具啊 因为我都不懂 就放在这 好的 我们一会儿看 行 那我先下去了 好好好 你先去 你先去忙 突然间他们的厨房 发现了这一个碗 跟我用的碗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他们这个厨房 就花了五天的时间 让它装出来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就是 先来看一下地方 然后熟悉一下 然后顺便看一下 还缺哪一些原材料和工具 然后一会儿我们去现场 去店里面买 还好我们还自己带了一些材料 衬一些纸杯用的 还有模具 好 差不多我们就再罗列一下 然后一会儿就去买这些材料 嗯 桃子木丝买 桃子木丝 中间夹成那儿 底 就是底夹那个木丝 上面就是那个 不要做太高 我就说一会儿要去买 切磨啊 嗯 好 刚刚呢我们就全部把我们明天 后天要做的东西全部都计划好了 然后一会儿去买材料 在这个时候呢 然后这边老婆带我们去参观了一下 就是他们拿的一些奖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那个我们吉利丁片发明那一年 嗯 拿了共青团创新创业大赛的铜奖 铜奖 铜奖 他们的一个生产 好 包括现在出来的那个摆 摆钻的那个吉利丁也是他们自己的代价工 然后这些 好 这个是我以前用的最多的 大卫的也是推广的比较多的 好 还有这个包装是大的 就是说很多商业用的 或者是一些店铺用的比较亮多的 就是用着这种大包装 好 还有这种摆铃 好 摆铃这个也是常见的 也是我用过的 它的动力和它的一个味道 还有它的一个透明度 嗯 也是比较好的 好 所以说他们家的东西 基本上是我们用过的 而这两个呢 就是不一样的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 因为他们的动力基本上都在220 好 这个一般是在其他的一些加工要用的 对于我们烘焙来说 基本上是用不上 所以说大家可能建的比较少 好 但是像大卫的那几款呢 就大家用的比较多一些 基本上家用的呀 还有商店用的 商铺用的都是 好 还有这个 好 刚刚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拿的一些奖项 那一会儿呢 脑婆还要给我们介绍 他们的一个工程 好 再过一会儿的话 我们可能还会进到车间里面去看 就是子力丁是如何做出来的 这个很神奇 大家也可以一起看一看 给你们介绍一下就是 这是中国第一台 就是生产吉利丁的一个机器 好 而且是中国人他们自己 自己创作的这一个东西 根本没有模仿自己去研发的 很厉害的第一台机器 好 现在的机器都是一个升级版了 然后现在我们要去看一看 大家参观一下我们一节的生产工厂 大家请跟我走 好的 好吧 我们这个一节生产工厂呢 是2017年建成并投产的 我们专门也进了一套纯电水的制造设备 这样呢 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是为了让大家更洁净 使消费者使用起来也就是更加放心 它是一整套完整的纯水制造设备 好 刚刚进这个可视的车间看了一下 就觉得那个吉利丁还是挺神奇的 而且他们的那些工厂的东西 还有机器都非常的先进 比如说像刚刚我们看到的那种包装盒 它就是像那种包装烟盒的那种 就不像以前那种塑封的 包装看起来就比较烂 像那种烟盒的话 你打开就像我们平常看的那些香烟 它外面有一条那种线 然后先把它撕开 然后再把它拆开 所以说感觉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们里面的一个卫生就非常的干净 然后所有的东西指标要求都是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对于吉利丁这个东西来说呢 大家用起来就应该非常非常的放心 而且他们的产品和东西都是 就是说中国这边出的算是很好的了 像我刚刚也有讲过 基本上中国80%以上的吉利丁 基本上都是从他们的厂里面加工出来的 所以说刚刚你们看了一下 有些什么感想呢 好